这幅简纸作品叫《卖收时节》 线条粗犷 抑郁美好 麦穗与农民相依 诉说着岁月绵长 丰收与喜悦相容 悦然于方寸之间 《卖收时节》的作者生于江南 最新与故乡的丰土人情 他把农家田园生活 浓缩于鲜薄的片质之中 每根线条都包含着 对乡土的深情赞美 创作这样一幅简纸作品 首先要将脑海当中的画面 描摹下来 想象着秋雁南飞 农民跟作于田间的姿态 笔墨挥洒间便浑然天成 画稿完成之后 再将纸张附着交叠 刻刀打磨锋利 在细微之处 用刻刀瞄准曲线 全身贯注 精心雕刻 在空白之间 用剪刀沿着轨迹 大刀阔斧 干净利落 一幅灵感 起源于田间丰收的幸福画面 带着生活之爱 劳动之美的简纸作品 就这样诞生了 在上海市徐汇区 丰林街道 林熙明现代剪纸艺术馆 你可以找到这幅 刚净有力 充满生活气息作品的创作者 国家级飞翼项目 上海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 林熙明老先生 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起 那把剪刀 变成了他人生当中 最好的伙伴 他创作了无数 纯真质朴 打击倦勇的 现代剪纸 他也生肝水墨血义之道 国画之弹衣净爽 典雅凝联 实话之意 割酒之乐 都融入到了 他的剪纸创作之中 一把剪刀 一种信仰 一次相遇 一份执着 岁月流转 艺术家始终不忘初心 成就了这纸上 最为动人的 以利风光 看来 一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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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的执行 一份执行 一份执行 伤识的执行 重新的执行 一份执行 十分执行